迷失职场 故事开端,入职迷失 在一家科技公司里,有一名名叫马克的新晋员工 他因为极度迷恋科幻小说 经常在工作时做出一些超乎常人的荒谬举动 比如穿着星际战士服装上班 但他的热情和善良却让同事们很喜欢他 第一幕,搞笑经历与奇葩同事 马克遇见了一群奇葩的同事 有个爱看韩剧的陈胜 总是将公司会议当成韩剧剧情讨论的场所 还有一位叫做莉莉的女同事 每天都把自己的猫照片当作家庭宠物来炫耀 第二幕,荒谬事件连连 公司里不断发生荒谬可笑的事件 比如办公室的咖啡机被陈胜当作是时光机 马克经常在会议上提出奇异的科幻建议 同时,莉莉的猫不小心闯进了公司会议室 导致一场滑稽混乱 第三幕,小山情情结 在一次意外中,马克意外救了莉莉的猫 让他们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点点共鸣 同时,陈胜在一次韩剧疯狂追看中 得到了另一位同事的理解与支持 第四幕,纠结与解决 公司面临一场巨大的科技危机 马克、陈胜和莉莉必须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发挥各自的特长,意外的以荒谬又有效的方式解决了危机 美好的结局,共同成长 在解决了危机后,马克和莉莉之间的感情逐渐升温 陈胜也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 公司因为这场荒谬却有趣的冒险,变得更加融洽与欢乐